我想在中国基建的里程碑上 就是做一个有特点的运动员 然后有特色 但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夺得金牌 就是热爱极限 然后就是想把它做好 然后做到尽自己最大能力 然后最深刻的应该属于是奥运会 然后礼乐奥运会的时候 其实能站在那个舞台上真的是 还是就是非常就是 对自己也是一种认可 然后在那个奥运会上就是每一场比赛 包括平时的每一场比赛 对我印象来说都是挺深刻的 然后不管是成功与否 然后与失败 每一件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其实每次获奖当时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当拿到奖项以后就是告诉自己 这是已经是过去史了 将来你还要继续努力 忘掉今天的喜悦 然后继续努力前行 其实我们在北京在中国训练呢 其实我们就是训练还是比较就是封闭式的 然后每天就是早上和下午都会训练 我们其实是生活当中是跟教练员 还有那个队员们是就是还是住在一栋大楼里面的 所以就是来往还是比较那个密切的 然后在平时吃饭啊 然后出去玩啊 我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就是关系还是相处的非常融洽 我每我特别期待 每一次能有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机会 然后拿起手中的剑和面罩 当那个戴上面罩那一刻拿起手中的剑 我就是一个战士 非常渴望能在这种舞台上 跟更高水平的选手进行比赛 进行那个比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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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